爸爸 你为什么要坐轮椅啊 叫叔叔 明明是爸爸 叔叔 好吧 可乐 可乐 妈妈 可乐去哪了 吓死妈妈了 可乐不乖 可乐给妈妈说个好消息哦 可乐帮妈妈找找老公了 什么 可知道没有雪花 云没有家 我也不是他 世界态的渺小的我 走不顽固地站着 六年 你还好吗 爱在灯放下 钟小姐 把这孩子带出去 快乐 走 跟叔叔出去玩玩具 走喽 好久不见了 钟小姐 你的腿 对 如你所愿 我变成了残疾 再见到我很庆幸吧 不用照顾一个残疾 可是 林夏夕答应我会治好你的 够了 你当我是忘了 六年前你怎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离开的 对不起 又是这张处处可怜的脸是吧 说 带这个孩子回来什么目的啊 我带孩子回来只是为了看病 看好了我们就走 说 孩子的父亲是谁 你放开 你放开 疼 怎么 你是想试试我这个瘸子的腿 有没有直觉 不是 还是想试试 瘸子还有没有放开 不是 不是 东莱 求你放过我吧 求求你放过我 求我 六年前 我求你的时候 你答应我 我 紧急播报一条西向新闻 新一轮的报复出来席权五十三 预口地带有可能 出现取风险下 消防部门已经采取 紧急风险行 怎么办 扣行市民 我先不想在里面方向了 好了 我好像没路了 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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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山的路在哪 在哪啊 在哪啊 有房子 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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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我被关起来了 可以救救我吗 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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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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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玲 东莱 小玲 你没事吧 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你等着 小玲 东莱 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没事了 我们回家 走吧 走吧 小心 我亲着你 走这边 小心 东莱 东莱哥哥为了救你 被大石头砸伤 腿都要废了 你知道吗 不行 不行 求求你一定要救东莱 跟我来 跟我来 你也知道 我们林家和韩家是世交 我爸爸一直把东莱哥哥当未来女婿 知道你们订婚的消息 他本来就很生气 你 现在 那你想让我怎么做 小事 东莱哥哥 你终于醒了 小玲 你可以让我看看 你有没有事啊 我是来跟你道别的 我要走了 大城市还是不适合我 太危险了 什么意思 分手吧 小玲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可以告诉我 你没听清吗 我说我们分手吧 我现在终于明白 你根本保护不了我 看见你这次的伤 以后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了 韩少爷 闭嘴 郭姆 你给我滚 滚出去 郭姆 你也太狠心了 东莱哥哥都是因为你才变成这样的 能不能恢复还不知道呢 就是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康复 所以才要分手 我可不想下半辈子都照顾一个病人 你 够了 东莱哥哥 你发生了什么 小玲你跟我说实话 没什么好说的 再见 小玲 小玲我求求你别走 东莱哥哥 小玲 我求求你别走 小玲你别走 阿姜医生 小玲 求求你 小玲 小玲求求你别走 东莱 原谅 东莱 小玲 这就是东莱哥哥捡回来的小孩子 还挺可爱的 我才不是捡的呢 好 那 你叫什么名字 妈妈和我说过 不能和陌生人讲话 还挺傲娇的 少爷呢 还在休息室吗 少爷他 林小姐 葛拉哥哥 你们 钟灵 怎么会是你啊 牧尘把可乐带到哪里去了 你把可乐还给我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出现在你们面前 现在外面坏人这么多 我怎么可能把孩子给陌生了 我是他妈妈 他认得我 明天带着出生证明来领孩子 不行 可乐今天必须得住院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我求求你先把可乐带来好不好 刚刚连衣服都不肯脱 你还做什么都行 你脱 葛拉哥哥 闭嘴 坐下的烟花 他那么 他那么 我 我 自然的烟花 我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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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乐晕倒了 可乐 可乐 可乐醒醒 可乐 还愣着干嘛 快去医院 快快快快 让一下让一下 医生 这是我儿子 救救我儿子 快点 可乐 医生 我儿子有糖尿病 他今天没打胰岛素 而且他 好了好了 我们知道了 我们会检查的 家属才知道 可乐 可乐 少爷 您没事吧 没事 对 明天还有会议要准备东西 韩总 我先回去处理了 我不知道你儿子正在生病 反正这次是我不对 你还有脸回来 你还嫌把我儿子嗨得不够惨吗 听说你带了个野种回来 老是当妈的人了 这么不要脸 韩夫人 麻烦你给我儿子道歉 你凭什么这么跟伯母说话 你们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 从前我尊敬你 因为你是韩东来的母亲 但是现在 我和你们韩家已经没有半点瓜葛 你没权利对我支支点点 更没权利侮辱我儿子 张灵 可乐怎么样 宠墨 你不是在拍戏吗 你认识 拍戏来有可乐重要 那是大名鼎鼎的影帝宠墨 谁不认识啊 不过 他怎么会认识钟灵 这个女人可不简单 关了家什么 医生 我儿子怎么样 已经脱离危险了 咱病人醒来以后才能进去看望 你们先去办住院手续吧 好 谢谢医生 走吧 我帮可乐找最好的医生 你别紧 喂 他是你儿子的父亲吗 跟你没关系 小可乐 在 真乖 我们准备打胰岛素了 好 来 可乐 我们打肚皮好不好 好 妈妈 可乐不头 来吧小可乐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喝个陪 你也听话 哎 问妈妈 钟灵就交给小可乐了 叔叔要去搬砖了 遵命保证完成保护钟灵的任务 耶 你们俩真离谱 我先送你出去吧 好拜拜小可乐拜拜 啊 拜拜 医生怎么说 还不是因为可乐的先天性 一性糖尿病 现在肾脏出现了并发症 你别担心 江城的医疗资源 是全国最好的 一定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对了 差点忘了这事 天宇传媒的赵总 有意收购只想和你宅一起的 漫画版权 进行影视画改编 由我出演难处 怎么偏偏是这本 怎么了 哦 没事 等可乐出院了 我就跟他们约谈 嗯 我走了 当红小声除默 他的背景了解多少 天华娱乐的签约艺人 三年前突然爆红 目前是乐坛和影坛 最具影响力的艺人 八卦虽多 但本思只增不减 我说背景 身世背景不明 没有黑了 继续查 还有 他和钟离的关系 他怎么会认识钟小姐 我去查清楚 很期待钟小姐 能够参与只想和你宅一起的改编 我也很愿意 期待跟您合作 嗯 这里啊 董事长已经在里面等您了 好 谢谢 你好 我是 怎么是你 因为天语传媒刚被东升集团收购了 我这次回来只是为了带可乐看病 难道不是因为触摸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我再给你个机会 留在我身边 韩总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不想再和韩家扯上关系 以前的事 我都不及了 怎么 是觉得我是残疾 比不上一个靠身体吃饭的奶口 还是弟弟更能喂饱你啊 你混蛋 我才敢接受 没敢同身受 你像生活 才操了了 我的一口天光明的手 你放开我 所以六年前你离开我就是因为她对我 所以可乐的父亲就是她对我 跟你没关系 你就跟你跟你有关系 放开了 你就会这一套 在荣誉上这一套为不忘你吗 放手 我问题 你很在乎触摸吗 对 那我也告诉你 我能为了说吗 保护你的孩子 你没有着 我也不是她 世界太大渺小的我 走不顽固的 站着 让街道在等雪 荒浪在等下 果然呢 父母孩子的女人 身体更加柔软 对男人更新的力 除我对你有这么回事吗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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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太大渺小的我 走不顽固的 正在 像迟到 在等雪 荒浪在等下 爱在等方下 她这么恨我 如果知道可能 不行 谁都不能从我身边躲就可乐 绝对不行 只想和你宅一起 是东升集团投资了上千万的电视剧项目 你是为男主 被爆出私生子丑闻 你知道会对流量有多大的影响吗 这孩子本就不是楚墨的 如果 把娱乐导向 给钟灵未婚生子 楚墨只是因为可怜她 给予一些同情的帮助 我想粉丝会站在楚墨这边的 不行 不能伤害钟灵和可乐 你给我闭嘴 可乐本就不是私生子 既然大家那么关系我和钟灵的关系 那不如直接关系 走吧 我去干嘛呀楚墨 楚墨 你是作者 理应在发布会现场 可是那些娱乐记者 肯定会抓住我们的绯闻不放 我可不想可乐在电视上看到我 就是因为那些绯闻 你才更应该和我们一起出血 不然还让他们以为我们怕 可是 楚墨说的对 我给钟小姐准备好衣服了 快去换吧 呀别怕去吧 自信点 有我和楚墨在 加油 我可警告你 别胡来 公司花这么多年心血捧你 可不是让你二十三岁就成家生子的 知道了 总之 明天的热搜就不劳公司辛苦了 钟灵 好了吗 走吧 感谢大家参加 只想和你干一提 天使发布 这是韩式投资天鱼传媒的第一部语诗作品 我们将竭尽全力打造 并且 邀请人气与实力兼备的 引力楚墨 担任男主 原著作者 朱灵小姐 担任编剧 请问钟灵小姐 是靠着男友楚墨签约的吗 不好意思 我和楚墨并非男女朋友关系 请问被拍到这么亲密的照片怎么解释呢 优质偶像未婚生子 还是抛夫妻子 这么大的丑闻如果坐实 难道不怕影响票房吗 还是东升集团会追究吗 对啊 东升集团对绯闻影响也不在乎吗 大家不要因为网上的造谣 断章取义 拼凑事实 钟小姐的儿子跟楚墨关系如此亲密 你又怎么解释孩子的父亲呢 东升集团会因此解约或者撤资吗 还有 既然大家都这么关心 我和钟小姐的诡谈 那么今天 我想借此机会向大家宣布 不会 这是 黄总 这是 东升集团少董 韩东来 我再重申一遍 只想和你宅一起这个项目 我们东升集团不仅不会撤资 而且会追加资金权力打造 也期待隐蔽楚墨对角色的宣誓 关于绯闻的成心呢 东升集团很重视这个项目 所以我们特邀援助作者钟灵小姐 参与到项目中来 对各位主创人员予以指导 更加了解漫画角色 所以钟小姐和楚先生的接触 完全是工作需要 那这个丑闻 哪来的丑闻 谁敢再造谣声势 有损主创人员形象 导致项目利益受损 我们东升集团 必追究新法律则 东来 韩总 韩总 你不是说要放弃这部漫画的版权吗 当红影帝和人母漫画家的绯闻 霸占了一周的热搜网 这么大的热度 连前期宣发的钱都省了 这笔账对我们东升很划算 怎么能白白老费 总之 还是要谢谢你 这解释 我和钟林都要谢谢你 我想韩总发话 那些娱乐新闻不会再继续了 百清自己的位置 我并不是在帮你 既然热度已经够了 这场桃色闹剧就到此为止 等一下 你来腿 我 钟小姐有意见 请让开 韩总慢走 还钟什么呢 这次要不是韩总出面 你可就完蛋了 谁求他帮我了 你跟那个钟林 最近赶紧避嫌 不能再私下见面 我 可乐告诉姐姐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褚默的 姐姐就把这个好吃的糖送给可乐 好不好 你明明是阿姨 阿姨就阿姨 不可以 我不认识你 怎么不认识啊 我们不是在韩叔叔的公司见过吗 不是叔叔 是帅爸爸 不是好歹的小屁孩 告诉你 韩叔叔是我未婚夫 不是你爸爸 坏阿姨 可乐 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 可乐 妈妈 可乐不喜欢这个坏阿姨 可乐乖 妈妈在呢 不怕不怕 可乐哥哥 你可以陪我一起下楼玩吗 可乐 哥妹妹下去玩火玩具 妈妈待会儿来找你 好吗 好 小心 好好看呀 环境不错嘛 FIP病房 都来安排的 还是那个宠墨 不关你的事 我们也算顾交 按理说孩子生病了 我也该来看看 这么可爱的小孩 要是过早要求了 也太可惜了 我这次回来只是为了给儿子看病 那你六年前的承诺呢 你说过永远不见东来 六年前你也答应我会治好东来 为什么他现在还坐轮椅 再见到他只是个意外 我并没有想和韩家 还有你 扯上任何关系 最好是 不然的话 那么可爱的儿子 可觉我 忠联 我警告你 你怎么搞我东西 你要是敢碰我儿子一分一好 我就恨你拼命 忠联 你敢 六年前 六年前 我倒想问问你 你约我去山里 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 为什么又那么巧被关在屋子里 东来因此受了伤 你和东来从小一起长大 你怎么忍心看他成团结 不是 我只想让你死 我没想害东来哥哥 我只想让你死 东来 果然是 是我又怎么样 有人信你吗 这六年是我陪着他是我 东来哥哥是我的 我的东西 烂了碎了破了也是我的 别想跟我讲 放心 我不会揭穿你 我这次回来 只是为了和儿子过普通人的生活 只要以后你不打扰我 我就不会揭穿你 你走吧 提醒你一句 做过的事情不可能没有痕迹 真相大白 只是早晚的事 汤人 中阿姨好 乖 可乐呢 可乐和旧兵在楼底下玩呢 你看 旧兵 是他 帅爸爸 不是 现在还是韩叔叔 韩叔叔 我给你说个秘密 什么秘密 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你能来接我吗 可乐 妈妈 又乱跑 我去给你搬救兵去了 那你是怎么搬救兵的呀 打电话 下期跟你说什么 没什么 他来找他父亲 刚好碰到 你的手怎么了 没事 时间也不早了 韩总请回吧 我和可乐就不麻烦你了 妈妈 你想不想坐小汽车 小汽车 韩叔叔 韩叔叔的小汽车 不好意思 可好玩了 韩叔叔 开车啊 可乐别闹 存命 放下去 可乐 冲 我追上你们了 看我多快 你笑了 六娘 对不起 多买 什么事都办不好 废物 废物 六年前 是你拖不住的 现在又因为你这个男人 坏了事 要不是你脸蛋和身材 让我着迷 就凭你这点钱 你凭什么用我这么多年 啊 我就是男人吗 你那个残废男人给不了的 我可以给你 怎么样 林大小姐 别动 说 你说你是不是想要 是不是想要 被我说中了吧 求我呀 你林大小姐求我的话 我怎么敢不听 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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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 放开我 美金 那个女人地址我知道 就爱你吩咐班 老板 可乐快点啊 一会天该黑了 妈妈 我们能不能等一下呀 怎么了 出院还不开心啊 我想等韩叔叔 可乐 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韩叔叔又不是爸爸 我们不能总麻烦人家 知道了吗 妈妈别生气 可乐知道了 哎呀 出院了 来 妈妈给可乐布置的新家 可乐肯定会喜欢的 有大汽车玩具吗 那当然了 放手 房东大姐 你这是 别进来 别进来 哎呀 这孩子 你干嘛 我跟你说啊 这房子我不送给你了 赶紧走 那怎么行 我们可是签了租房合同的 我的房子我做主 哎呀 起干 看着人魔狗羊 一点不坚定 害自己生的野种 也得脏病吧 你说什么呢 可乐不脏 可乐很爱干净的 可乐乖 咱们不听这些坏人说话 跟他们废什么话呀 赶紧把这些脏东西给我烧了 哎好 你别过来啊 要烧是吧 行 大不了我们同归于尽 反正也是你家房子 你臭婊子 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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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哎 哎 韩叔叔 有人欺负可乐和妈妈 哎 别怕 韩叔叔在呢 可乐 有没有受伤 妈妈看看 哎 来了个瘸子结巴 小熟风头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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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烂舌头不要也罢 牧尘 哎 哎 哎 你 你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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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人面的 大家快来看一看啊 救命呀 你们吵什么吵 我 就看 哎 我们是签了租房合同的 有房子的使用权 今天你们私闯民宅 还毁坏他人财产 等着法院的传票吧 还有 这个不干净的地方 我们也不想住 可乐 妈妈带你走 没事吧 没事吧 走 这人赶走了 咱钱也到手了 救你花豆 进不去 茶 水 可乐 跟叔叔去取车怎么样 好 去吧 钟相姐 那就麻烦你 照顾一下少语了 嗯 怎么 跟我没话说 你怎么知道 我们家在哪 我 忘了 我们韩少爷 总有办法 想不到这么多年了 你生活过的 还是一段糟 你 你说怎么这么病 可乐 可乐在哪 我 去找一下可乐 今天又要谢谢你了 不用 我不是为了你 我是为了可乐 毕竟可乐他爸爸楚墨 不方便出面 孩子挺可怜的 楚墨不是可乐的爸爸 那是谁 跟你没关系 跟你没关系 时候也不早了 我先去 那你说什么 跟我有关系 还是说我连过问的资格 都没有 就像你六年前离开时那样 六年了 我们都应该向前看 我在问你 他亲生父亲是谁 重灵 六年前我怎么没看出来 你真厉害 能把男人玩弄于苦涨之中 你随随便便生个孩子 他爸爸是谁都无所谓 你就非得说这么伤人的话 刺痛我是你 我说错了吗 那孩子不是你生的吗 跟你没关系 跟我没关系 你以为就靠这一句话 你就可以逃避所有现实 那你为什么 带这个儿子流落在街头 够了 别再用你的高高在上的态度 指责我的生活 韩东来 这六年 我和可乐什么样的苦 我们都幸福地一起过来了 为什么一遇到你 我的生活就变得一团糟 韩东来 你就是我的厄运 妈妈 你就是我的厄运 韩叔叔 快上车 车里很暖和的 好了乖 我们不坐别人的车 走 妈妈带你回家 不嘛 外边很冷的 妈妈快进来 妈妈快进来吧 快上车 快上车 睡爸爸的手好冷回来 你后面有什么打算 今天晚上先找个酒店 安顿下来 国际博览会正在进行 这么晚了空房不好找 总会有小旅馆 是有房间的 可乐才刚出院 惊得起这么折腾 先住我能吗 你呢 不行 是我家闲置的一套房子 为了可乐先这么安 谢谢啊 这么多的谢谢 你坏得温暖 还是这么大的 这是哪儿 这里啊 是韩叔叔 这里是韩叔叔给可乐 准备的新家 真的吗 今天晚上我要和韩叔叔 和妈妈一起睡 不行 我们说好了啊 韩叔叔只能陪可乐一晚 好吧 好吧 你自己可以 你走吧 走吧 周小姐 不好意思啊 都怪可乐太任性了 非让韩总留下来 这 没事 还辛苦 钟小姐 照顾帅爷了 对 照顾两杯药 这个 每天睡前吃 吃一粒 这个 早晚各一粒 好 我记下了 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你们也早点休息 可乐 好了吗 要睡觉了 睡觉了 韩叔叔睡觉了 可乐你慢点 小心 韩叔叔的腿 哦 sorry 韩叔叔 你还疼吗 不疼了 你的药 哦 谢谢啊 那我去关灯 嗯 妈妈 花 耶 溜溜 可乐 不玩玩具了 我们睡觉了 嗯 可乐乖乖睡睡 等我把可乐乖睡着 我就 我就出去睡 好的 不想了不想了 睡觉 什么硬东西 怎么办怎么办 不会吧 原来是可乐 怎么把可乐在中间给彻底忘了 太尴尬 怪不得都说单身太久会了 嗯 算了 不行 还是得出去睡 忍不住了 忍不住了 出去吧 开起床吧 谢谢 妈妈 快醒醒 妈妈快醒醒 可乐 怎么了 可乐 我想尿尿 妈妈带你上厕所 走 可是 韩叔叔在里面 没事 去敲门 走 嗯 韩总 韩少爷 东莱你在里面吗 东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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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烫 可乐 妈妈 韩叔叔怎么了 可乐 可乐 可乐不怕 韩叔叔发烧了 可乐听妈妈的话 去给妈妈拿个毯子 好吗 好 东莱 东莱 毯子来了 可乐 你拿妈妈的电话 去给沐晨叔叔打个电话 让沐晨叔叔快点过来 好 东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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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不能有事 东莱 东莱 对不起 对不起 东莱 对不起 对不起 老 别走 别走 我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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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莱 对不起 东莱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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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已经退了 可能是昨天晚上 在外面着凉了 六年前事故后 少爷的抵抗力 一直都不好 我来照顾吧 我刚才煮了点粥 麻烦沐晨先生 带可乐去吃个早餐 那就辛苦中小姐了 可乐 走 帅爸爸 你如果再不行 我就把你的饭饭吃光光了 走了 或许我才是你的厄运吧 别走 什么 你说什么 别走 知道没有雪花 云没有家 我也不是他 世界太大 渺小的我 走不完 妈妈 还说不行了 我 沐晨 我怎么了 少爷 您发烧 晕倒在浴室 一直都是中小姐在照顾你 谁让她照顾我 既然韩少爷醒了 那我们就不多打扰你了 可乐 走 妈妈带你收拾东西 还就这个态度对待恩人的 少爷的态度也不咋样 我 可乐 去把你的宝宝油拿来 好 可乐又怎么了 可乐想住在这个家里 可是这不是我们的家 这是韩叔叔的家 韩叔叔那么喜欢可乐 韩叔叔不会赶走可乐的 妈妈 我们能不能留下来 可乐想住在这个家里 可是这不是我们的家 这是韩叔叔的家 韩叔叔那么喜欢可乐 韩叔叔不会赶走可乐的 妈妈 我们能不能留下来 可乐想留下来吗 可乐想留下来 照顾韩叔叔 韩叔叔能不能不要 赶可乐和妈妈走 这就是可乐的家 太好了 开车 可乐 可乐你慢点 可乐 这件事留下吧 少爷最近是你这么虚弱 我如果把他带回去的话 夫人一定会骂我的 可是我还要给可乐 找幼儿园呢 已经安排好了 附近的幼儿园 过两天就可以去安排入学了 这 不太好吧 韩叔叔 妈妈是不是不会走了 可乐不走 妈妈就不会走 所以可乐一定要坚持住 嗯 老公 叔叔 你生病了 妈妈都哭了 是因为你也会死吗 怎么会呢 叔叔叔 叔叔很快就好了 太好了 可是可乐会死掉的 你在瞎说什么 真的 我总去医院 他们都这样说 听说人死了 能变成天上的星星 不知道星星能吃棉花糖吗 可乐真的很喜欢吃糖 但是医生不让我吃 我每次偷吃都会把妈妈惹哭 可乐不想让妈妈哭 乖 叔叔不会让可乐死的 可乐不怕死 可乐怕死了就剩妈妈一个人了 告诉你啊 那个笨妈妈 她总是忘带钥匙 忘带手机 真让人操心 原来都是可乐 一直在照顾笨蛋中林啊 那当然 我可是男子汉 当然要保护我的女人了 谁叫我没有爸爸 如果我有爸爸的话 这样妈妈就会有新的孩子 等可乐不在了 妈妈就不会伤心了 所以你才一直想找爸爸 对啊 你的脸 我经常在妈妈的话册里看到 你肯定是爸爸 所以你能答应 帮助可乐 照顾笨妈妈的 对吧 对吧 你个小大人 东莱这两天没有回家 在忙什么呢 冰刚夫人 少爷 一切都好 伯母是问你 东莱哥哥现在在哪 和谁在一起 我去公司几次都没遇到他 快说 东莱过两天就要手术 这万一有什么闪失 你担待得起吗 少爷 由钟小姐照顾着 什么 他怎么又跟那个寡妇在一起 我想少爷 也不愿意听到有人 这么说钟小姐吧 伯母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少在这儿挑拨离间 夫人 这都是因为 钟小姐的房东 说人指使 把他们母子赶出来 钟小姐才签约听语不求 少爷 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员工 流落街头不管吧 受人指使 对 我正在调查 好了 只要把少爷照顾好就行了 你们都下去吧 是 那伯母你好好休息 站住 管好你的狗嘴 看清楚 谁才是你未来女主人 麻烦 麻烦让一下 钟林 你太过分了 是你太过分了吧 当年是你口口声声说过你一看 六年后也是你说不想和寒假有纠缠 现在呢 你居然和他睡在一个屋子里 你又有什么立场来说我 起码这六年是我陪着他 对 但是你真的照顾好他了吗 你一天到晚只知道打嘴炮 东来的身体情况你真的知道吗 你果然是回来和我抢东来的 你说是就是吧 钟林 我告诉你 就算我不过问 伯母也不会放过你的 你最好赶紧让东来哥哥回家 那是他的自由 跟我没关系 夏希来过了 嗯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 韩总是不是该回家了 你不用在乎他的话 我觉得他说的对 你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我我就问他 你什么意思 你 我问他 我说 你 我问我 你 我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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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感谢观看 东莱哥哥是不是快回来了 快了 那太好了 下午我陪人去逛街 韩顺我们小心 听说韩夫人已经向凌家提亲了 据了解韩少爷还在国外 请问他本人之情吗 我和东莱呢一直都很低调 伯母和我父母也是故交 所以我们两家一直走得不较劲 所以订婚的事情是真的吗 不然呢 过几天就是我的寿宴 东莱也会回来 那个时候自然有好消息给大家宣布 据闻韩少爷六年前曾订过婚 请问韩少爷当时的未婚妻是林小姐吗 不好意思 我们还有钥匙 麻烦让一下 不好意思 喂 我发过去的新闻稿你收到了吗 不长眼啊 住手救命啊 有人吧 管好你的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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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东升集团总裁韩东莱 与仁爱院院长之女临下席传出婚讯 据悉两人青梅竹马 韩总 韩叔叔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可乐都想你了 很快了 可乐要乖哦 你答应做可乐的爸爸 不许反悔哦 那你要听话啊 嗯 可乐快出来 可乐也乖 韩叔叔也乖 妈妈叫我 拜拜 可乐 看看谁来了 楚沫哥哥 可乐 你 走 楚沫哥哥好久都没有来看可乐和妈妈了 是不是很想我呀 必须的 啊 这个是送给你的礼物啊 喜欢吗 喜欢 去玩吧 嗯 慢点 外面是不是有很多狗仔啊 放心 而且只想跟你宅一起这个项目马上就要开机了 我们本身就要密切接触工作的呀 嗯 好可 哎 很好啊啊 这个人物心理权势也挺到位的 呃 钟小姐你怎么看啊 站在原作者的角度 导演叫我钟灵就好了 嗯 其实能在现场观看影后和影帝的表演还是很棒 谢谢啊 啊 啊导演 啊 我有一个疑问想问一下原作者 十 十点五场 男女主刚同居了 然后他们触摸彼此的脸庞 我想了一下 这是女主瞎了之后第一次谈恋爱 所以她的情绪应该全是开心幸福的还是不完全的信任 嗯 其实按照漫画的设定女主应该是幸福的 毕竟男主是她在看不见之后第一个愿意相信的人 但是男主的内心就比较纠结了 每天面对着自己爱的人 时刻提醒自己是一个罪人 那这段情绪有一点难把控 可以请钟小姐试一下这段吗 好啊 不行的 我不会演戏 没关系的 对 比比我们都更了解角色 我也只是想从观众的角度去揣摩一下人物的情绪 不行 试试吧试试吧 你可以的 来吧 谢谢 那我试试吧 嗯 这是你的眉毛 这是你的眼睛 这是你的鼻子和嘴巴 换我吧 嗯 嗯 小妹 这次我一定娶你 我答应你一定会娶你的 好好保护你的 那你不准反悔 好 那不如就让钟小姐做我们的顾问根组吧 行啊 为了更完美的呈现只想和你宅一起 我相信钟小姐不会拒绝吧 好 我可以 好 那我们接着往下读啊 最后一趴 两人重归于好 哪有 我们先看一下本子然后就讨论啊 可太会撩了吧 怪不得这么多女粉丝为你疯狂 那也没有撩到你啊 没正经 看剧本 好 进 就像你直接告诉我们那样吗 那我们接下来就这么拍吧 那分 韩总您来了 刚好给您汇报一下进度 今天啊是我们男女主的唯独会 她 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啊是我们漫画的原作者 我是问她为什么会在这儿 钟小姐刚刚接受了剧本顾问的职位 整个项目都会跟她 那好 换掉男主角 为什么 为什么啊 韩总 这不行啊 过几天我们就要开街了 而且楚沫是这个角色的最佳人选 这时候怎么能换男主呢 所以是不能换 是不能 好 沐沈安排一下 导演一块换掉 是 韩总这 那不如把我也一起换掉吧 韩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替我向韩阿姨问好 咱们先不叙旧了 回到正题 楚沫作为我们公司最有潜力的男艺人 也是刚刚拿下金球奖的最佳男主 这业务能力毋庸置疑 第二 已经签约了 就算你们东升集团付得起违约金 可前期借楚沫的绯闻炒作项目 现在这么做也不合适吧 你应该很清楚 威胁我是没用的 我知道我知道 但韩总多少也得给我这个邻居姐姐一点面子吧 导演 不如我们今天的围毒就先到这里 好的好的 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散会 大家都抓紧时间筹备 韩总 谢谢你这几天对钟离和葛乐的照顾 走 你们这出对手戏 可比戏里精彩多了 慢剑的人脉 我也是很佩服 您老实点吧 跟四方搅拌 可没什么好处 等一下 把钟离带过来 是 麻烦韩总不要再干涉我的工作了 别忘了你是给谁打工 你 那你把我也开了吧 那你拿什么提我的房租 还有可乐看病的钱 我 开车 去哪儿 我可以不换掉楚墨 你也不用支付房租 用什么交换 脱衣服 我脱衣服 我脱衣服 换上这个跟我去个地方 我可以不去哪儿 我可以不得了 你也不肯 我可以不肯 我脱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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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肯 你最近去哪了 跟你没关系 学人可真快乐 今天非常高兴你们来参加我的寿宴 请 今天寿星气色不错呀 而且越来越漂亮了 伯母 生日快乐 现在这小夕啊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哪不都得益于我的爸爸妈妈帮我养的好 臭丫头 这样以后还得麻烦寿星帮我养了 那要看这个小丫头啊 愿不愿意听我这个婆婆的话 听 我肯定乖乖的 怎么不见东来呢 应该在路上了吧 这什么场合啊 怎么这么多人 我妈的生日愿 祝韩夫人 青春永祝 谢谢 谢谢 有这么多朋友啊 参加我的生日快乐 我这老太婆啊 就足够了 什么老太婆呀 您皮肤比我都好呢 听忘了 上次咱们去逛街 别人还以为我们是姐妹呢 哎呦 这丫头啊 下戏这小嘴巴呀 可真甜 所以说呀 还是生女儿好 你们两个真有福 不像我那个儿子呀 给我亲生都迟到 我们家这小棉袄 不是马上要给您穿上了吗 妈 对对对 零小姐和韩少爷真是般配啊 今天这可是双喜啊 对对对 双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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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哥哥 这什么场合啊 怎么这么多人 我妈的生日愿 什么 继续推 这个是谁啊 好漂亮啊 听说韩家今天要宣布 跟零下戏的婚姻 这韩少爷 怎么带了个女人来 有好戏看了 你怎么才来啊 林医生 李夫人好 妈 生日快乐 这是我和钟琳 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 韩夫人生日快乐 你怎么把她带来了 不是你让我在生日夜会上 成双成队出现的吗 所以我就带了个女伴 林小姐 没有带男伴吗 韩夫人 这是怎么回事 这妈 请问韩总今天要宣布 订婚的对象 到底是林小姐呢 还是这位女士 你看呢 并没有订婚的消息要宣布啊 不好意思啊 这边请先约下晚餐 可是韩总 这边请这边请 你也这边请 伯母 你们韩家 就是这么对待我们小夕的吗 想起来 六年前就是因为她 东来取消了 和我们小夕 执父为婚的婚约 林医生 林太太 不好意思啊 我们东来 我从来没有答应过要取林下夕 何谈拒绝 东来哥哥 你太过分了 小夕 韩夫人 你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你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个说法 阿姨 生日快乐 曼莉啊 这么多年没见 长成大姑娘了 那我以后就常来看阿姨 别骗阿姨啊 一定不会的 那你们先聊 周玲 一起去吃点东西吧 好啊 林医生 我不知道今天会是这种情况 放心 我摘你这边 谢谢 我们的脸面 林医生 林太太 这件事情啊 我一定给你们一个说法 算了 我们先告辞了 你故意跟我作对是吗 是吗 你跟我对这个 喝点东西吧 谢谢 中小姐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那你们聊 不管你和东来是什么关系 现在韩家给我们小夕提了亲 希望你以后自重一些 林医生不必威胁我 易如威胁病人一般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作为一个医生 最基础的医德 是不可能威胁病人的 是吗 那六年前 六年前 东来受了伤 我连夜赶回来手术 竟最大的努力保住了他的腿 我问心无愧 倒是你 走的也太是时候了吧 林医生 你消失在说话 怎么 不说话呢 不好意思二位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我 你来这干嘛 哎 轰动全城的韩家生日宴 凑凑热呢 这身衣服还合适吧 我告诉过你 你不要在公共场合出现在我面前 你故意的 我就是故意的 这么多天给你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啊 对了 那个嘴臭的记者是我帮你解决的 林大小姐 你连句谢谢都说 又不是我让你做的 哦对了 东来已经在查了 你最好小心点 所以你要甩掉我是吧 是 这人是 我被关起来了 可以救救我吗 我 喂 楚墨 你得帮我一个忙 有年前给了你一大笔钱 你答应让钟灵消失 做到了吗 我让你毁了他和楚墨 你又做到了吗 我 连一个小冯东都考不定 废物 废物 当时我说直接要杀了他 是你没赶 还非要制造什么意外 你别想害我坐牢 嗯 茶 让他们茶吧 反正事情都是你做的 和我没关系 大不了 你再进去一次 反正你也不是第一次坐牢 不是你的奴才 我告诉你 我要是再进去 一定会带着你 你敢 别逼我 滚 都给我滚 都欺负我 我林下戏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毁蛋 都是混蛋 这里 是林家的私人会所 韩叔叔来了 可乐好想你啊 韩叔叔也想可乐了 可乐 过来 玩玩去 你怎么走了也不说一声 有什么好说的 我不过是工具人罢了 韩总都和林下戏订婚了 还拉着我不放做什么 叔叔和坏阿姨订婚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知道了 昨天刚回国 订婚的事 是我妈瞒着我办的 跟我没关系 叔叔 你把妈妈惹生气了 是啊 可乐知道怎么哄妈妈吗 有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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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我们 有办法了 那么 什么 关系 我 我 我 好 还叔叔看看 可乐 几点了还不睡 快去洗漱 韩总 你也该回去 我的画册 你说你的就是你的 这里面画的都是我 不是你 人不都长两个眼睛 一个鼻子一个嘴巴 你凭什么说是你 像他的人多了去了 谁叫你乱翻人 人家东西 说什么 我说我们该睡觉了 韩少爷请回吧 我今晚不走了 为什么 因为我捂你我妈 拒绝婚约 被赶出家门了 那随便吧 反正那个小房间 也没人睡 明天去组要开机 我先去睡觉了 你笑什么 妈妈 我没笑啊 来 妈妈帮可乐换衣服 能不能叫上 韩叔叔一起睡觉的 不行 睡觉咯 睡觉咯 好